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魔脑 这个世界有啊 无者 繁语 魔脑 中国人喜欢简单 把尾音省掉了 就用一个魔 这个字 在佛经典里面 早期 魔下面不是个鬼 是个石头 就是折磨的魔 魔脑 把那个石头去掉 换成个鬼 凉无地干的 这个字是梁无地发明的 梁无地说 这个折磨太苦了 太可怕了 比这个鬼还可怕 所以把它换成个鬼字 所以在古时候 中国智慧里头 没这个字 这是佛话里头 才用的 现在也很用的 很普遍 要知道 要知道它的来源 意思 翻译为能夺命 障碍 扰乱 破坏等等 这些都算是 磨乱 魔脏 有这么多的意思 在里头 一林章六 这解释 凡云 魔脑 刺云 扰乱 障碍 破坏 等 破坏 扰乱 身心 障碍 善法 破坏 生死 这生死好死 对社会 对大众 有利益的事情 他把它破坏了 那么真 都叫做魔脑 词 略成魔 词是 中国人 词方 简称为 魔 一个词 又 慧灵 英 亦 十二 云 魔 老 唐云 丽 丽 唐是唐朝 时候翻译的 把它翻译 丽 接 他话 自在天中 魔王 波旋之 一名言 魔王波旋 在 大臣 佛法当中 很多同学 都熟悉 专门障碍佛法 障碍修行人 他为什么障碍 自私自利的心 太重了 他话自在天 欲界天的天王 喜欢自己统侠的人都 那佛要把他们都度出 欲界 那都叫他们超越轮回 了生死出三界了 他的人口就越来越少 总是想方设法 来障碍 让这些人修道 修不成功 你不是真修 是假修 他很高兴 绝对不会障碍你 你真修 他就障碍了 真干了 他就来找麻烦 这是我往不信 此类贵神 有大神力 能与修出世法者 作流难寺 名为陌鲁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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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